因为急速炸弹第一个它的杀伤力实在太强了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传统炸弹 它出去之后它会分 它会分很多 它的面会比一般的炸弹来的大 一般的这个空头的弹可能就是一个点 它是一个面 第二个就是急速炸弹 它的射程实在是比一般的炸弹 因为它可以基载 它的整个射程会更远 它的航程会更远 那么它非常担心 乌克兰会把它丢到俄罗斯的境内 那整个欧洲战局可能就出了状况 而且急速炸弹在使用完以后 它还有部分的要后续的工程 要排除未爆弹 因为它移出去好几个 如果有没有爆它要排除 所以说它有很多 乌克兰重建以后的一些问题的考量 那台湾有没有急速炸弹 其实本来不能讲 当然台湾当然有 台湾在做整体防卫作弹的时候 一直在考量一件事 就是如何让中国解放军无法渡过台湾海峡 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散步面大 火力强抛射容易 而且最主要是 它的维护不会像维持一个装甲铝 或是一个炮兵群那么大 但是它的整体的火力涵盖面 却可以比拟一个炮兵单位 所以这就是急速炸弹在整个战场上 产生的一个关键作用 那我们叫它叫做 万箭 万箭齐发 万箭弹其实一枚万箭弹 里面包着300多颗小炸弹 欢迎来到王定宇在308高地 我们分享讨论一些 跟台湾相关的安全国防 以及区域相关的议题 今天同样的邀请到好朋友 于北辰于将军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 简单的几分钟来谈一件事情 乌克兰苦苦哀求要美国支援它急速炸弹 因为常规的15512栋的炮弹快打完了 赶快用急速炸弹来提供来补强 但是美国呢其实犹豫了很久 有人道的考量 急速炸弹的破坏力好像太大 那二方面呢 美国考虑了很多之后呢 终于在最近乌克兰的反攻 开始供应急速炸弹 所以我第一个要请问于北辰于将军 这个从乌克兰的经验来看 急速炸弹到底在做什么用的 为什么美国会有犹豫 因为急速炸弹第一个 它的杀伤力实在太强了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传统炸弹 它出去之后它会分 它会分很多 它的面会比一般的炸弹来的大 一般的空头的弹可能就是一个点 它是一个面 第二个呢就是急速炸弹 它的射程实在是比一般的炸弹 因为它可以积宅它的整个 射程会更远 它的航程会更远 那么它非常担心乌克兰会把它 丢到俄罗斯的境内 那整个欧洲战局可能就出了状况 但是因为经过了这一年多的考验 跟这个信心测试 发现乌克兰实在没有去打 俄罗斯的那种可能性 所以美国才愿意把这个急速炸弹给它 而且急速炸弹在使用完以后 它还有部分的要后续的工程 要排除未爆弹 因为它移出去好几个 如果有没有爆它要排除 所以说它有很多乌克兰 重建以后的一些问题的考量 但是这些考量在俄罗斯 如此猖狂的修理乌克兰的状况之下 这些考量都是其次的 所以这种急速炸弹 可能就会成为整个俄乌战争 结束战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 急速炸弹一般人道主义者的考量是说 它一个急速炸弹丢出去 会散出很多子弹 母弹会散出子弹 那这个子弹有的不会及时爆炸 所以会产生物伤平民的道德危机 所以一直提醒乌克兰有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战场是在乌克兰的国境内 那你愿意 都要被人家灭国了 所以这个风险它愿意承担 美国就愿意支援它 所以子母炸弹 事实上国际有公约在禁止的 刚好乌克兰没有参与 美国没有参与 俄罗斯没有参与 其实台湾也没有参与 没有没有 老共也没有参与 那所以美国军援这一个急速炸弹 最近就看出一些功效 在某一些的城镇的攻防站 那人家就想到了 那既然乌克兰在反攻的时候需要 那台湾有没有急速炸弹 我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没有参与签约 那我们有没有急速炸弹 而且急速炸弹可以空射 可以用多管火箭射 可以用炮管射 它投射方式有很多种 台湾有没有这个 其实本来不能讲 那既然这个模型都在这里 已经公开 我公开这里都已经非机密的了 对 当然 台湾当然有 因为台湾在做整体防卫作断的时候 一直在考量一件事 就是如何让中国解放军 无法渡过台湾海峡 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散步面大 火力强 抛射容易 而且最主要是 它的维护 不会像维持一个装甲旅 或是一个炮兵群那么大 但是它的整体的火力涵盖面 却可以比拟一个炮兵单位 所以这就是急速炸弹 在整个战场上 产生了一个关键作用 那我们叫它叫做 万箭 万箭齐发 万箭弹其实 一枚万箭弹 里面包着300多颗小炸弹 对 然后一发出去呢 可以 我们增程型可以400公里以上 一般型是200公里 距离又远 飞机投出去 然后呢 它一散开来的时候 光一枚 可以涵盖6公里的正面 6公里正面的话 你知道那是多少部队在那里 那它也可以针对跑道 破坏飞机跑道 也可以针对雷达来进行攻击 6公里两个炮兵营的涵盖面 对 两个炮兵营 你要两个炮兵营 它是一颗 才是这一颗 而且两个炮兵萍慢慢打 还不见得有这一颗的效果 因为它同时嘛 对对对 炮兵营要设计到同时弱点 对 所以万箭弹 台湾版的急速炸弹 这是我们自己国产研发的 那用在就是 没有人打我们就不会用 这不是用在我们国土之内 不是 因为它要飞400公里 对 所以对于部队的集结 物料的集结 你要集中火药油料 要攻台了 对 船团的集结 或者跑到解放军的战机 要起来 要来杀害我们的亲朋好友的时候 这个就可以用 这叫做主敌暗计 根本让它出不来 对 所以台湾有急速炸弹 我们并不是急速炸弹公约的签约国 所以我们可以拥有它 那以你职业军人 一辈子军旅生涯 你现在又有民意代表的身份 台湾的急速炸弹 要应用在什么地方 战术战略的应用在哪 我刚才跟定宇兄报告过 对岸如果有任何公事的行动 它要集结物资集结装备 还要把各地训练好的 不晕船的路兵向岸边集中 这时候岸边一个一个一个 重要的目标就是它打的位置 就是让你还没有在发航之前 就受到破坏受到压制 让你出不来 这是最好的一个所谓的 阻敌对岸的方式 那么以前我们没有这么长的火炮 打不到队岸 我们也没有这么远程的飞弹 那现在如果整个万件飞弹成功了 可以正式使用的时候 那这个阻敌与暗计就不是一个口号 就可以跟我们整体的国家战略结合 这才是真正最佳维护和平的方式 所以400公里 其实比台湾海峡 长啊 长很多 可以打到将近 它已经不是在海峡当面而已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万件人对台湾来讲 是一个积极防守的 我们不会主动去打人家 但是当你要侵略我们的国家的时候 你要考虑你要付出的代价很大 这叫做备战才能止战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急速炸弹 那急速炸弹的 台湾我们是国产国造 那国产国造之后 美国也提供相对应的 他愿意卖给我们 是 所以光从这一点看起来 台湾跟美国的盟友关系 相较于乌克兰 其实是更紧密 更紧密 他已经提供卖给我们空抛型的了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余北辰 余将军来聊一聊 我们急速炸弹 乌克兰的案例 来看台湾 谢谢大家 今天看我们308高地 下次再见